哇 看到吗 哇 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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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邱师傅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有营养的甜品 这道甜品又润肺又润喉 然后呢 又不胶质不胜 最重要呢 就是有养盐的功效 哇 太丰富了 那这道甜品呢 就是先来椰子炖花椒 材料也非常简单 首先 我们有两粒的椰子 如果你们买到的椰黄是更好 可是椰黄呢 比较难买 也比较难开 所以呢 我建议大家用椰子 那椰子呢 我们需要两粒 过后呢 我们需要250毫升的这个纯鲜奶 再来呢 就是姜 然后两粒红枣 红枣呢 我们要去掉它的种子 过后呢 适量的雪耳 然后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角 那天送好了的冰刀鱼椒 首先呢 我们就把这个花椒呢 OK 就给它剪小块 看你们爱吃多大块就剪多大块 OK 就这样 然后呢 我们就开一锅水 水开了过后呢 我们就加入姜 先加入姜给它滚一滚 OK 滚一滚过后呢 我们就把花椒给倒入 OK 这里我们把花椒飞水 飞一分钟的 好 之后呢 我们就把花椒滤干水 这个步骤呢 主要就是要去去这个花椒的腥味 过后呢 我们就将这个椰子水倒去 先来这边 大概倒到500毫升 就够了 记得哦 这个椰子水呢 就要收起来 下一集呢 会教你们做到另外一道甜品 最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红枣 一粥一粒 然后 雪鹅 再来呢 就是花椒 哇 太丰富了 够了 我们就在每颗的椰子里加半汤匙的姜红汤 好 将这一个椰子跟鲜来搅拌一下 然后就把椰子装满 好 那下一个步骤呢 我们就把这个椰子的盖 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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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我们就要包保鲜膜 好 包了保鲜膜过后呢 我们就准备拿去蒸了 好 这里我们放进这个蒸箱里面 我们蒸一个小时 好 一个小时了 现在我们就把椰子拿出来 好 现在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保鲜膜打开了 如果怕难拿的呢 下面可以放一个碗下去 这样就方便很多 看到吗 哇 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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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今天这一道甜品呢 大家需要注意的重点呢 就是 第一 我们的花椒一定要清洗到干净 不要有血水 不要有腥味 好 不然吃起来呢 就会很反感的了 那第二呢 就是我们的花椒呢 先要拿去飞一飞水 好 放多一点姜都不怕 主要我们要去掉的腥味 那第三个重点呢 就是 如果你们家里是没有这个姜红糖的话 可以放点冰糖跟姜下去取代 然后呢 如果真的是不爱吃甜 可以不要放糖 因为这个椰子水呢 本身都有清甜清甜的味道了 那第四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炖的时间 我们炖的时间呢 就是根据花椒的大小厚薄 来到调整它的时间 来到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要买到好的花椒啦 今天我用的是四斤海味的冰岛学艺椒 喜欢这一道甜品的 把它分享出去 给我一个赞 期待你们的功课 干什么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